秋天来了 这也是告诉我们 你要知道什么事情 都是有它的周期的 秋天之后是冬天 冬天之后是春天 春天之后是夏天 但是呢 你随时要为下一个季节做准备 比如说现在可能是投资的寒冬 怎么资产都在叠价 利息还那么贵 就像这样 有时候卖主还要钱 要的那么高 但是不代表这样 我们就躺平了 是吧 一个农民伯伯 他如果想要秋收 那他秋收之前要做很多事情 可能冬天会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过了冬 他就要开始做一些准备了 去买种子了 去翻地了 那做投资也是一样 虽然现在可能大家就快过节了 然后呢 投资的标的价格也不好 那你现在可以做准备啊 是吧 把钱准备好 把人脉搞好 还是可以找卖主啊 还是可以联络经纪人呢 而且现在投资 也不一定是最不好的时候 因为你要跟大家反着想 如果现在愿意把物业拿出来卖的 肯定是 小红书